小小一道菜 却需要让我一生去忘记 这两天我刷走银 一直刷到一个叫刘庸的视频 干净卫生的河河水 然后我就找到了北京排名第一的印度餐厅 咱们去尝尝鲜儿这 印度翠球 58块钱 6个 最像北京的炸虾片 里边是土豆泥 里边还有辣椒 闻一下里边这个汁 太重了 汁要倒在这里边吃 干净有卫生 太疼了 这还少 别疼了 酸酸的 有一点点的那种辣味 一口下去就跟吃芥末似 特别的脆 清洁剂的那个味道 菠菜泥会奶酪块 58块钱 入口是一个复合的味情 它把菠菜打得极其的细 就像过了一下蜜螺一样 入口之后没有任何菠菜泥的那种鲜味的感觉 很滑 这里边的块是奶酪块 奶酪块放到一起入口 奶酪有点香痰的 有点淡淡的那种奶酪的香味 配上菠菜泥的汁也不错 中餐的讲叫色香味型 这个外形看着就太丑了 就像绿基人 马沙拉羊肉78块钱 这样就点印度饭的感觉了 相当好吃 酸 香味 有点微微的辣味 然后浸到嘴里边以后 羊肉也特别的香 这个咖喱味跟羊肉味混合到一起 入口之后爆香 配上那个饼 没有那么腻了 它虽然叫马沙拉羊肉 那个黄金炒饭没什么太大区别 这上面是真放了柠檬 里边还放了两个辣椒 没有任何的辣椒和柠檬的味道 只是起了一个装饰的作用 海参炒面海参的 我叫海参 面是我炒的 做个总结啊 俩人280多块钱 咖喱类的菜品 其实做的都不错 挺好吃的 炒饭保持 这个炸土豆脆球 小小油条菜 却需要让我一生去忘记